今次這首《離別的規矩》就是我的第一集 找來了吳林峰幫我寫的 其實我也覺得這首歌挺難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韌韌的舞曲 但我又要用一個慢的方法去演繹這首歌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挑戰 還有我想用一些比較人的語氣 好像在你旁邊小聲說話那樣去演繹這首歌 其實都是自己在唱法上的第一次轉變 希望這首歌可以多些人聽到之後 他們會有共鳴 又或者他們會有感觸 因為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會面對過 有一些離別的關係 當你想回這些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有很多遺憾的 但你其實都要向前走的 過程裏面其實一如以往 我在小黑和卡叔在吳林峰之間 我一定是跟他們那麼熟 一定有參與了很多創作的部分 想想概念 其實整個故事 我有大概講過想寫一個方向給小黑聽的 但是主要呢 最後要怎樣寫呢 都是交在小黑的手上的 接著編曲上面我這次有少少特別要求 想少些 因為之前你聽到我的歌 都是比較澎湃很多樂器的 而這次這首歌 大家可能聽到頭半段 都主要是人聲為主 有個結他 有個琴 這個其實都是想做回一首比較低的歌 就是可以怎樣說呢 是講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樂器 令整件事更加很不近距離 另外在編曲上面 這次這首歌就加入了一些 幾個特色的編曲 就有一些中式的樂器 Deg 燒 再加上一些西方的String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化學作用 你又講了一些話 有什麼內容 這次跟小黑講的內容 純粹是我想講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離別 因為我想近年大家面對最多的情緒 就是離別 無論是親人去了外地 移民 有很多朋友都會面對一些離別 那我很想透過這首歌去 和大家呼吸 一起呼吸 大家有個救生出口 叫做 那聽完會舒服一點 有些情感可以抒發 那他們的詞和編曲都會令人意袋華人 因為他們本身 除了我唱之外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阿Jer的歌 不只是靠阿Jer 除了我把聲音之外 要有情感代入 我想編曲 詞 有些情感和編曲 甚至在MV上的拍攝 其實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這幾個元素 所以 希望大家用心 對待每一個單位的創作 即作詞、編曲、唱、MV 其實每一個單位都很用心 大家多點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